後來我就看到地上有個老伯伯 快要心臟病發 快要昏倒 現場是非常緊急的 然後我當然不會笨到說 去問那個先生說 妳覺得怎麼樣 但是攝影要拍這個畫面 因為這個畫面很激情嘛 結果拍了之後旁邊的人就說 你們這些記者沒讓失望 不送去醫院 還拍什麼拍 然後就把我跟我的攝影 兩個壓倒在地上 就把他接的那個線給拔掉了 所以我們就突然現場就斷行 沒有聲音 我被打過耶 真的假的 是不小心的吧 但是我被打是因為 那時候那個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然後我被派到國民黨中央黨部 那可是那一年是政黨輪替的那一年 就在那黨部裡面就是等消息嘛 那最後結果出來是民進黨贏了 然後所以國民黨的候選人 迟迟不願意下來講話 那我們記者在那邊等了很久 後來我的那個長官打手就跟我說 說你那邊要小心喔 因為很多的群眾 朝了中央黨部過去了 因為他們是死忠的 那個老國民黨 他們覺得國民黨敗選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就一...就... 你們記不記得三... 就是兩千年選完的時候 國民黨就在我們前面 很多人然後... 對 很激烈的場面 對 很激烈的場面 然後那時候長官就說 舒衛 你要挺住喔 可能很多人過去 他們SNG車要派過來了 所以SNG車過來之後 然後我記得是晚上8、9點吧 我跟我的攝影 兩個人就在黨部外頭開始連線 那天連到凌晨4點鐘 沒有休棚 那時候SNI的時候是6點99 對 因為那時候是唯一一個電視台 沒有休息一直Live 然後我就在黨部前面Live大概... 就大概到凌晨4點 然後因為我們是分兩邊 我在黨部前面 然後另外一個同事在總統府前面 可是因為那同事他是比較... 比較綠色色彩 然後他就講了一些話是 他覺得好像是說 很高興能夠正常倫敵之類的 後來現場的群眾 聽到他這樣講 很火大就... 很火大 就把我們的SNG車的玻璃砸破 然後把他的那個攝影機 給砸掉了 然後老闆就跟我講說 輸耶 快頭 通通往那邊已經出了狀況 你這邊還是要挺住 因為我們要一直LiveLive到早上 有人在播放 他說你那邊要小心 你千萬不要講錯話 然後我會想說 我一定要小心不要講錯話 結果因為現場很多 我們要一直Live 那要一直要找素材 所以後來導播就跟我講說 那舒惟 妳找現場的觀眾 現場的民眾 去講一些心情... 心理的一些感想抒發一下 就有點類似2100這樣子 後來我的Mine 堵到幾個人之後 我的Mine就整個被搶走了 我的Mine牌就不見了 就... 對 就完全失控了 那一群已經失控了 然後拿著那個Mine牌 很慷慨這樣的講話 後來呢我就看到 地上有個老伯伯 快要心臟病發 快要昏倒 現場是非常緊急的 然後我當然不會笨到說 去問那個先生說 妳覺得還好嗎 妳覺得還好 我當然不會問他 但是我的攝影師 要拍這個畫面 因為這個畫面很激情嘛 結果拍了之後 旁邊的人就說 你們這些記者 怎麼上去醫院 還拍什麼看 然後就把我跟我的攝影 兩個壓倒在地上 這個壓倒 對 而且把我們攝影... 誰當時壓妳的你很爽 然後後來這個 就把我攝影的那個線 就把他接的那個線給拔掉了 所以我們就突然Live... 就斷訊了 沒有聲音了 斷訊了 就整個畫面跟訊號訊號 那妳們主管不嚇死了 我想說 妳的生命又要結束了嗎 不是 難道我可以回家了嗎 我實在太累了 我走去跟醫生掉 不過說實話 妳們那時候發生這種場面 激烈對不對 妳會不會怕 事後都會怕 但是當下都不會怕 當下妳要完成 堅守崗位 對...